好 观众朋友您去搭这个台铁或高铁的时候 会不会都习惯买一个台铁便当来裹腹呢 就是因为太多人买了 所以现在好多人要加入战局咯 就是台北车站楼上的这家百货公司 现在联合了十家餐厅 他们也要推出这个便当 而且据说菜色有烤虾子啊 顶级的豚肉啊等等的 从平价到高档分了三种的等级 就是要趁着暑假的时候 来跟台铁便当打车评 牛肉片现烤滋滋作响 七分熟铺在饭上 沾上酱汁撒上芝麻 肉量大手笔饱足感十足 特殊口味就连虾子也要和便当凑在一起 打出各种口味便当 台式排骨 欧式海鹿 日式鲑鱼 鲸鱼 砍拉鸡 还有少见的上等豚肉 韩式半卷半饭 挑豆舌尖 台北车站百货为了迎战夏日 暑假财 一口气推20款特色便当 价格从120到350块不等 虽然不便宜 60块到120块一天销量24000个 特殊便当分平价高档三种路线 各种口味每天限量卖 求新求便就是因为便当市场实在太大 火车台北火车站这个暂停呢 一天大概有100到150万的一个通勤族 或者是旅游族 那如果30%的人他都要需要吃的这个需求 那最方便是带个便当或带个礼物 台北却赚一年便当商机高达1亿5000万 市场庞大 趁着暑假旅游忘记百货餐厅触角延伸便当 要来分食大逼 中天新闻张族 讲次台北报道